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3日 今天新华社头碗头条是习近平亲切会见 建党百年 庆祝活动筹备工作 没想到丢人现眼 这次建党百年 国外的媒体一路都在抨击 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既丑陋又狂妄 成了笑话的 不但不反思检讨 反倒是什么呢 还感到挺美的 还召开了一次表彰会 表彰这些接见 这些会见 这些给习近平捧抽脚的一些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队伍非常庞大 今天参加所谓会见活动的人员 有一个视频节目 我看了以后 令我感到惊叹 就没想到这么多的人 花费明智明高 在所谓建小康社会 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很困难的情况下 6亿人口一个月不到1000块钱 在这个形势下 竟然花费300多亿 老百姓血汗钱 搞这场所谓的建党百年 搞完了之后还不满足 还搞了一个表彰会 还要见见这些给他捧臭脚的 催捧他的人 这是笑话 而且今天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 李克强、汪洋、赵乐际、韩正都出席了 王洪宁在会上讲话 有一段视频 我看了以后 包含笑坏了 一看习近平在前面摇摇晃晃的走进人民大会堂了 也就是7月13号 这时候这些马屁精们 以一个个正经萎缩的 开始鼓掌 甚至欢呼 有点像文化大革命 就是毛泽东姐姐 红卫兵那样 这是滑稽可笑 你在看紧紧跟随了这个习近平的是李克强 李克强离习近平很近 但是李克强几乎没有一点笑容 只是流入表情给我感觉是在这个嘲笑 嘲讽的看着这些拍马屁的人 而且李克强不停的晃的 给我的感觉 李克强心里想 你看这些傻子 这些愚民 明明是习近平给这国家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内政外交是一塌糊涂的 国际上可以这样讲吧 已经成为这个人力的功敌了 在国际上是 颜面试近的 你看哪个国家还有用户的 就没有几个朋友了 用户都不过那些 那几个拿着中国钱的小国 连古巴仙人都要变了 都发生了民主运动 你想一想 这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这样讲吧 利益的领导人都没有有过 完全彻底的外交的失败崩盘了 下一步就是面临着 以美国为首的 N个国家的联盟的冷战和热战 在这个形成下 你想这些人还生活在这个幻想和无耻吹捧当中不停的鼓掌 这个习近平晃晃当当的 这个挺心抬头的 好像是很窄样 真是丢尽了脸 我跟你讲 把一个国家护卧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想过去以前人家 胡温那个时代 也好 还是往以前推出了人家赵紫阳 胡耀邦那个时代 你看那时候共产党还属于上升期 不管怎么样还是反思想文化大革命 你看现在习近平搞到今天这个地步 虚假的当事 虚假的宣传 一些都是假的 这些人生活在一种 给我感觉虚无缥缈的一种 非常可笑的一个氛围当中 而且这同志基础机器的薄弱 薄如履薄冰 就汪洋有意思 汪洋进到会场之后 离这个李克强比较远 好像在看一看 你有点就整去 后面跟着这个马蹄精王沪宁 走这么一圈 然后和这些人合影 想没想到 这中共政权已经走到末期了 这是最后的疯狂 也是最后的笑话 就这伙人说心里话 那N个国家为罪阻截 根本不堪一击 马上就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所以这个他们还在这自娱自乐 还有总结经验 继续吹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习近平到了这个政权崩塌的时候 特别需要谎言和欺骗 就是能骗一天算一天 通过这个活动 这一百周年庆祝筹办活动 主要为了鼓舞全国更多的马蹄精来捧他 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就靠谎言了 就顺天时报出版了一张又一张 整天就听这些东西 把它慢慢混的 这是非常划绝可笑的 我相信走在这个行列当中的这几个头吧 汪洋心里还是清醒的 但没有办法 李克强更清醒更知道 这个习近平下一步是面对的什么 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 习近平自我感觉好 这个是特别有趣 只不过这个 但是今天这个活动 他仅仅是在人民大会堂 其实就是让这些人做好了 出去走一圈 十多分钟就完了 紧接着就是所谓什么 传达这个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 总结这个这一次 建党百年筹备情况的一个录像 放着就很可笑 其中讲到这个 这个事件刚才讲这个 发生这个事就 十三号的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里面 说十一点钟 习近平来了 我故意待着会儿拍完照就走了 接着就开始传达 所谓政治局会议 这个当时的情况 讲到总结会 这总结会肯定是表彰了 这个方方面面的人物 因为他们成立领导小组 实际上副组长 主要的操刀手是丁学祥 还有杨洁篪 张又霞 陈希 宽慧明 蔡奇 蔡奇是典型的马蹄精 习近平最需要是蔡奇这种马蹄精 但不要忘了你想将来 一旦开战以后 你说就是北京的低端人口就几十万被蔡奇整的 到那时候一下子涌出来都要找蔡奇 你想 这可是一些大事 比较小事啊 社会裂变的时候 两面人马上变成一面人了 你想以前强压同志 阵压老百姓 低端人口不敢发声 把这个仇恨放在心里 到那时候 你得看北京是什么状况吧 是吧 说不要看今天这个表彰会啊 这个搞得到虚假的东西 没有用啊 马上就要露馅了啊 这个追者索赔在所难免啊 你看哪一个中共哪一些政府 从毛泽东开到现在 哪有一些被美国列为反人类罪的种族 种族灭结 这什么这是 这怎么可能会和你恢复关系 就别想了 是吧 你只有亮拳头吧 看到底的本事有多大 能不能打败人家 你打败人家 全世界各国都成立正法委 都来抓人啊 都搞正法吧 像香港那一套 你打败人家法 你就 你就想要什么结果 我也不想讲得太具体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还在这自娱自乐 自我吹捧 怪不得李克强晃的 在晃的一会儿 李克强就倒了 是不是 跟着他倒霉 李克强心想 我是一个科班出身 你说 我这么有本事的人 经济学家 利益的学生 跟着你混 混到今天这个程度 你说倒不倒霉 都跟着习近平将来 这个招灾 所以这个活动 是他们最后 我认为 最后的一会儿 接下来就是 将来就彻底的 被人的清算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 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